大场面 刀狼南京演唱会 刀迷方阵举排入场 新华社亲自到场开直播 网友 这要办初奥运会气势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 这个排面直接在华语乐坛无敌了 致敬新中国成立的光辉历程 传承红色文化基因 刀狼南京演唱会盛大启目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新华社亲自到场开直播 见证这场音乐盛世 这不仅是刀狼音乐事业的巅峰之作 更是华语乐坛的一大传奇 刀狼 这位用歌声诠释民族精神的歌手 将为我们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视听盛宴 新华社的亲自直播 彰显了国家对此次演唱会的重视 也让这场演唱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音乐盛世 这场演唱会的排面 足以在华语乐坛傲视群雄 这不仅是对刀狼音乐才华的肯定 更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生动体现 让我们携手共进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 为人民的幸福生活 共同歌唱 刀狼南京演唱会 新华社直播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这个国庆 让我们共赴音乐盛宴 感受祖国的强大脉搏 传承红色文化 共祝美好未来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花语乐坛的巅峰之作 见证历史时刻 不用争了 中国下一次奥运会主办地非南京莫属了 都已经彩排到位了 何况这震撼的精彩 这拥挤的场面早已超过大型赛事了 南京 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无限的活力 准备迎接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和观众 也只有刀狼能够凝聚起这么多热情的人群了 他的歌声 如同南京这座城市一样 充满了故事和力量 虽然他的人还未到达南京 带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刀迷们 却已经提前扎堆在南京城 他们的热情如同滚滚长江水 势不可挡 南京城因为这些刀迷的到来 变得热闹非凡 就仿佛过节一样兴奋 街道上 旗帜飘扬 鲦鱼醒目 每一处都透露出即将到来的演唱会的热烈气氛 刀狼的粉丝们身着统一的服装 脸上洋溢着期待的笑容 他们自发组织的各种活动 让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音乐和欢乐的气息 南京的个大景点 从中山灵道夫子庙 从紫金山到秦淮河 都成为了刀迷们打卡的热门地点 他们在这里留下足迹 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着南京的美景和即将到来的演唱会的期待 这一切都预示着刀狼南京演唱会的空前成功 也展现了南京作为奥运会主办地的潜力 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唱会 更是一次文化的盛会 是一次城市精神的展现 南京 这座城在这深厚历史文化的城市 正以其开放的姿态 迎接刀狼的歌声 迎接全球的目光 让我们共同期待 南京在未来的奥运会舞台上 再次展现它的独特魅力 让世界为之瞩目 太狂热了 那是发自内心对刀狼的热爱 于是600平米的海报和百米长的横幅都给安排上了 比如南京精英世界中心这块超大LED电子屏 可见刀狼在南京人心中的欢迎程度 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都仿佛在诉说着对这位音乐人的敬意和期待 刀狼 一个从草根到明星的逆袭传奇 它的歌声穿越了城市的喧嚣 直抵人心 它的音乐 不仅仅是旋律的堆砌 更是情感的流露 是生活的写照 它唱出了太多人的心声 那些关于梦想 关于奋斗 关于生活的点点滴滴 它的真实和接地气 让它的歌曲充满了力量 刀狼的歌词 饱含着岁月的沧桑 透露出对生活的热爱 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批判 它的音乐 不仅仅是一种娱乐 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满足了底层百姓 对于情感表达的需求 在南京 刀狼的音乐成为了 连接人心的桥梁 那些巨大的海豹和横幅 不仅仅是对它个人的赞美 更是对那些默默奋斗 不懈追梦的人们的鼓励 刀狼的故事 激励着每一位 在平凡岗位上 努力工作的人们 让他们相信 只要有梦想 就有可能实现 南京的精英世界中心 这块超大LED电子屏上的刀狼 仿佛在向世人宣告 这里是音乐的海洋 这里是梦想的起点 刀狼的音乐 就像这座城市的脉搏 强劲而有力 跳动着希望和梦想的节奏 这场由刀狼引发的音乐狂潮 不仅仅是一场演唱会的前奏 更是一次文化的觉醒 一次心灵的触动 刀狼的到来 让南京这座古城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 音乐的力量和生活的美好 尽管有名歌手曾轻蔑地说刀狼的歌是唱给农民听的 似乎不登大雅之堂 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耳朵是灵敏的 刀狼的音乐 以其真挚的情感和质朴的旋律 赢得了无数听众的共鸣 当充满文化底蕴的罗刹海市已经推出 便以其独特的魅力火遍全球 这不仅是对刀狼音乐才华的认可 更是啪啪打了那些诋毁者的脸 出文不知曲重义 再听已是曲中人 这正是刀狼的歌曲特别打动人的地方 它的音乐如同陈年美酒 乐品越有味道 越听越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意 刀狼的歌曲不仅仅是旋律的堆砌 更是情感的流露 是生活的写照 是心灵的慰藉 而且刀狼的演唱会展现的是真性情 它不会像某些歌星那样 调侃国庆说成五一 它的每一次演出都是全心全意的投入 是对音乐的尊重 是对观众的负责 刀狼的演唱会 是一场情感的交流 是一次灵魂的触碰 它用自己的真诚 赢得了无数人的尊敬和爱戴 刀狼的音乐 不分阶层 不设界限 它跨越了地域和文化的差异 触及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它的歌声 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 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道路 那些曾经嘲笑它的人 如今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它 如何在音乐的舞台上 一一声辉 刀狼的成功 是对那些只看重形势 而忽视内涵的人最好的回应 它的音乐 证明了真正的艺术 是源自生活 高于生活 是能够触及人心 引起共鸣的 刀狼 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 中国音乐界的一块金字招牌 它的音乐 将永远在人们的心中回响 所以 刀狼的歌迷同样回报 它有情有义 也就有了把演唱会 扮成了运动会的英合场面 那些80后的男女 按说年纪也不轻了 然而在刀狼面前 焕发了青春与活力 只见他们挥舞着 印有刀狼图片的旗帜 手举着欢迎牌 排队而来 场面太壮观 太震撼 甚至还都一个个 穿了有刀狼的T恤 充分演绎着内心的疯狂赤裂 走在道路最中间的有 北京 广东 华夏 华东 江西 湖北 湖南 四川 新疆 乍一看还真像那么一回事 如同奥运会 一个个代表团列队入场 而两旁更是站满了 令人激动 下面视频 点击查看 共同的挚爱 让五湖四海的人欢聚在刀狼的旗帜下 那可都是自发达 比如广东的只为刀狼 湖南的狼行天下 相爱相随 还有难怪网友们说 这是80后最后的倔强 再看着签名墙上密门麻麻的写满了名字 还没有哪一届电影节或文艺活动 起到这样的热烈轰动程度 不是真心喜欢 还真搞不出来 国内又有哪一个歌手有这样多的人气 不服不行啊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刀狼的南京演唱会 不仅是一场音乐盛宴 更是得到了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顺应了广大民众的期待 南京市政府动用了高档次的资源 来迎接刀狼的到来 展现了这座城市对文化活动的重视 和对艺术家的尊重 当地的文化和旅游部门也积极回应和安排 是此次演唱会为推荐 南京文化旅游资源的绝佳机会 以期通过音乐的力量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爱上这座历史与现代交龙的城市 刀迷们对刀狼的热爱是显而易见的 而刀狼对歌迷的情感也是深沉而真挚的 记得在上次成都的演唱会上 刀狼就曾因为歌迷的热情和支持而哽咽落泪 情感难以自控 那一幕不仅感动了现场的所有人 也通过网络传递给了更多位能到场的刀迷 大家喜欢刀狼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歌曲真诚朴实 没有虚伪造作 传递的是真善美的价值观 更因为刀狼本人的人品深深征服了观众 他的谦逊 他的坚持 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态度 都让人感受到了一个艺术家的人格魅力 刀狼的音乐和他的为人 已经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榜样 他的每一次出现 都是对这种正面价值观的一次传播 南京市政府的支持 刀狼与歌迷之间的深厚情感 以及刀狼本人的人品和音乐品质 共同构成了这次南京演唱会的独特魅力 这不仅是一次音乐的盛会 更是一次文化的交流 一次心灵的触碰 刀狼的南京演唱会 注定会成为这座城市文化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也会成为所有参与者心中难忘的记忆 刀狼的成长经历和成功故事 激励了太多的普通人 刀狼的爱情故事期美曲折 第一任妻子嫌他穷 狠心把女儿和他抛弃 是第二任妻子对他轻囊救助 才成就了他今天的辉煌 这个社会还是能让人看到 善人友善报的一面 而刀狼的这些歌曲 又像是对那往事的字数 怎能不唤起人们内心的共鸣 感触 看惯太多虚假丑恶的人们 包括那些中老年人 对刀狼有着自己的领悟和独特的偏爱 也就有了把南京演唱会 伴初奥运会的气势 也许刀狼今晚又要感动地哭 那是大家对他的忠心认可 无论时光流逝 那都是真正宝贵的财富 今晚南京的音乐盛宴 属于独一无二的刀狼